社交媒体用户一直在分享有关拜登的纳税政策的错误信息 其中最关键的一处错误是拜登推出的资本利得税提案 将对受访者征收40%的税款 最近的最新的虚假陈述指出 拜登的资本利得税意味着 当您出售房屋时您应缴纳40%的利得税 熟悉拜登的税收政策的专家表示 这种描述不准确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拜登将最高资本利得税税率提高至39.6%的提议 仅适用于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 收入低于100万美元的大税人的资本利得税率也将提高 因为拜登没有提议对上述所谓提案诉诸法律 拜登的提案的正确解读应为 当您从出售房屋的买卖中获得的第一笔25万美元收益 和免征资本利得税 对已婚夫妇而言 免税额最高为50万美元 拜登还在昨天的市政厅电视竞选节目中说 根据拜登的提议 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 也不是对全部出售房屋的利润征税39.6% 如果您是单身 那么仅对销售所得超过25万美元的利润征税 如果超过25万美元 且受访者是已婚 那么将对所得超过50万美元的收益征税